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的症状是在医学上的名称是子宫内某医学症 以及三年 我为服用灵之前在长庚就医了三年多 也开过刀 我先生帮我找不少的偏方 可是一直都无效 而且越来越严重 现在很多妇女患有这种病症的 大部分的人都会肚子痛 我大约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 从晚上十二点开始痛 痛到凌晨 都无法睡觉 有时候痛的受不了 我先生都带我到长庚去挂急诊 我们两个到长庚旁边去租房子 有时候痛的受不了 吃了止痛药吃了好几颗 而患有子宫内某医味症的人 大部分都是会导致不孕 可是我服用了灵芝 我现在已经怀孕五个多月了 谢谢 提出我的用量是 五颗灵芝八颗发粉吃三餐 吃了五个月的时间 一开始我吃了到第八天的时间 肚子很痛 而去长庚挂急诊打止痛症 也没办法止痛 到了第九天开始拉肚子 大约有二十几次 排出来的东西都是黏黏的东西 到了第十天 整个人都是轻松起来了 我自己再把它加量 加到四颗 吃了一个多月 我回肠跟回诊 那我的主治医师告诉我说 你的三年有好多哦 我很感谢 庄龙厚先生和喜美颖小姐 把灵芝带到我阿姨家 介绍我吃灵芝 而且也可以让我跟正常女人怀孕 当妈妈 谢谢她们 更感谢梁朝花夫妇 她们时常和我先生 她们常常鼓励我 因为有时候缓孕起来的时候 肚子都会痛得不得了 她们都只想安慰我 要忍耐 才能度过缓孕起自己 所以我一直忍耐 我忽耐了八个多月以后 我得到健康 也有一个小宝宝 她 周公内抹一味呢 是一般的 现在晚婚的妇女 经常发生的一种疾病 这个原因呢 一般来讲 她在 她排月经的时候 她那个月经 这个内膜 剥离了 向外排的时候 那么发生了逆流 这个月经呢 顺着塑料管流到肤腔里去 内膜的细胞呢 前在哪里 就在哪里 可以生长起来了 凌智呢 可以使 子宫的肌肉 舒缓 就是比较松实一些 那么 说说 这个肌肉舒缓了以后 那么 仰是 受精卵 很容易作床 很容易怀孕 仰是 子宫的肌肉 收索很紧 这个子宫 这个受精卵 很不容易作床 不容易包埋在 子宫内膜里边 从试验里边 大家平时可以对于怀孕 自助精卵的桌旁 是有帮助的